冤假错案的家属特别努力 特别艰辛 特别心酸 他们恨不得跪在办案机关门前 为家人努力一把 我太了解他们了 四处反映情况 提心吊胆 害怕被寻衅滋事 想在网上曝光呼吁 还被封号线 真的是叫甜甜不用 叫地地不灵 不过我想说 冤假错案流泪是没有用的 流泪只能代表软弱 别人会更加理智气壮 要抓住案件硬伤 抓住办案机关的 违法办案的证据 这样才有力度 通过多种途径 给个压力 很多方法没有办法公开 没有把违法办案人员逼到墙角 他们是不会清理的错 我们很多成功案例就是这样的 这里既需要专业 还需要勇气 更需要智慧 希望每一个冤假错案受害者 都能平原招雪 没有把违法办案人员逼到墙角 他们是不会轻易认错的 我们很多成功案例就是这样去 这里既需要专业 还需要勇气 更需要智慧 希望每一个冤假错案受害者 都能平原招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